湾仔道对开路面在埃曼的繁忙时间传出怀疑爆炸声 消防调查后发现没有气体洩漏 不过就有一辆新巴掌经过路面渠盖时 车胎损毁 附近交通一度严重制伤 位于湾仔道和摩里晨山到十字路口的渠盖损毁 消防一度以为有气体洩漏封锁现场 又戴上防洞面罩戒备 逐一仔细检查附近的其他渠盖 又向现场射水 不少店铺立即关门 店员和行人都要疏散 由于在下班的繁忙时间 近湾仔道的摩里晨山道和天乐里 往轻尼斯道方向全线要封闭 香港仔隧道也严重击塞 巴士线要改道 警员协助受影响的乘客下车 而途经的一辆新巴车胎爆裂 有辆车刚硬到那里才爆了出来 那辆车的车轮就爆了 肯定是爆了 之后见到它就这样 现在爆了出来 有没有人受伤吗? 那辆车的司机那些? 没有 没有 即时是这样 车转一转 那辆车转一转 煤气公司也派职员到场 消防调查之后 没有发现任何气体泄漏 刚刚有一辆巴士 是经过渠戒的时候 那个胎是有损毁的 至于是什么成因 令到那个车胎有损毁呢 我们都和巴士公司那边的职员研究 消防会继续和煤气公司 电灯公司和渠务署调查起因